没有剧组剧组也没有 然后留在这里基本上就是吃了一个月的铺面 不能一下中楼的南墙还不会 目前是铺面站这里 我是有185个棋舍 站80%都是群演 本想呢 过一年我就可以去拍戏了 结果碰到一起了 老师傅 有十多分钟 跟大夫的铺锅 比较中心 有十多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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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铺锅所在的铺锅里面 就上个月开始就是送外卖 早上7点多到了 然后晚上是11点多 快12点收工 就回来差不多就12点了 回来我说跑两点吧 跑到一两点 然后就回来睡觉了 接下来的话就是 想的是先跑一段时间外卖 挣点钱 到时候可能戏多的话 就去拍戏 白天跑戏 晚上就跑过外卖 辛苦是挺辛苦的 但是不努力的话 现在可能是 这个实在很难可能会饿死的 就在几分钟干吃完饭干上铁 1.2块5 你在外面吃什么的 那天也十一十二块钱 而且我还比较喜欢在家吃饭 感觉下班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是去年的三月份 来的航店 我从小喜欢音乐 就一个人背个吉他 来这里试一试 因为没有戏 到最后可能连饭都开始不上 然后选择了做外卖 当然做外卖还是没放弃 让许领队习惯品早来早去 那不中树吗你觉得 这是他的未来的最新 是我们女生 压力大了我就看 为了显得和别的棋手不一样 和他们一样太单调了 之前拍戏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 完了我每天送单 或者是遇到那些很奇葩的顾客 受委屈的时候 我就看看那个布娃娃 就不觉得累了 那就是我的动力驱动器 他每天支持着我送单 计划先今年先送一年 完了在恒恋买栋房子 订居 然后再去找他 做外卖骑手 做劳作得 能让我多挣点奶粉钱给孩子 不干你对了 不是说我这个梦想没有了 而是我有另外一个就是梦想 就是想闹自己的孩子 以后的生活过得要富裕一点 好一点 梦想和生存还要体验一样一半 不能说我现在就是一直去跑外 一直去挣钱 梦想就不要了 我感觉这个他俩是可以坚弱 就是就走 就这么走 他眼睛绝对不看法 观众那边 小份 是这样的 你看就这一场很好的戏 我看到的 这就是我从那个时候 我看到的 因为我一直在坚持 从来被放弃 就是为了我的梦想 我什么也不怕 这样的生活 过了一天又一天 我骑着单车 从早到晚 看陌生的脸 现实与梦想 夹在中间 生存在是关键 忍着吧 中年就该如此可怜 这样的生活 真的不情愿 年少不吃苦 就哪有甜 我看不见 明天会不会 再重复过今天 今天会不会 将明天再度重演